欢迎收听美食来点哩语堂 我是唐边 那今天其实特别是说 因为我们上一集提到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 就是民国时期有三个知识分子 音乐堂 钱木跟虎诗他们是各代表的不同面向的知识分子 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来到钱木顾居这边来 我们跟钱木顾居伙伴 我们这边在此跟他介绍的是我们的伙伴 他叫做贺群 那钱贺群自我介绍 嗨 大家好 我是贺群 贺是白贺的贺群是贺群的群 那我是钱木顾居的管员 那可能也跟我们的唐边一样 我也兼论小便的工作 我们就像管所非常的小 所以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要做 对啊 我们在小型管所 其实小型管所有什么都要做 但是反过来说 也就是可以做很多比较活泼你想做的事情 就跟我们日常顾居可以这样子录音 然后跟大家听众在线上见面一样 对 我们其实是在上班时间录音 对 在上班时间 但我还是先声明我们不是心水小豆 以闲聊作为作品 闲聊对啊 我们就是闲聊而已啦 就是跟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透过这个Podcast的节目 来跟听众分享一下 名人故居 这个三位民国时期的名人的一些故事 那贺群你现在在钱木顾居担任的工作 刚刚提到除了是小编之外 还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该是比如说企划啊 然后展览啊 安排布展这些 那当然我们其实钱木顾居现在在 办理一些讲座 讲座有很多线上性的讲坛 那我们这种线上性的讲坛的 也要秀音啊剪片啊这件事情 基本上都要会 讲好听一点就是十八般无意 讲不好一点也就是打杂的 其实小型管所都好像会这样 对 基本上都会 所以其实主要目前前木顾居是主力在线上课程 其实我们主力当然现场的展览 就是这个管所开放参观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毕竟有一个建筑物在这边 那被也全部顾居不收门票 所以欢迎大家 现在无时就过来这边走走来田园散散步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的话 当然除了展览之外 对 线上讲堂是我们 就是或者是办理讲座 是我们比较重视的一个关键 因为钱木先生他本质上是个老师 一辈子在教书 我延续他的这种精神 所以在他曾经住过的这个房子 继续讲学 然后传承他的一些精神 然后跟这些心愿 这也是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 那感谢贺群的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们还是讲一下前木顾居 我们是位在东吴大学的灵溪路 72号 72号 对 大学是70号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 如果各位听众去故宫出来 你其实也可以走到东吴的最里面 我们沿着灵溪路往最里面走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小房子 其实我们刚刚旁边上来的时候 它是沿着阶梯慢慢往上来 原路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植物 而且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小很漂亮很精致的庭园 欢迎各位听众 其实如果你们今天有空 你可以特别走到前木顾居来这边走一走 对 其实有个小捷径是 大家刚才旁边提到从故宫过来 我们从东吴大学后门 也自想睡到前面那边 东吴大学的校门那边走进来 后门那边走进来会快很多 对 这个我知道 东吴大学的后门 东吴其实也一个后门 好像说自常睡到前 对对对对 当然它车子不能进来 但脚踏车用牵的刀是可以 对 我说你们坐公车 直接在后门下车 就直接可以倒到前木顾居这边 最近刚刚旁边走上来的石阶旁边的枫叶 天气凉了开始转红了 对啊 我有看到这是枫叶吗 这是枫叶是青枫 对对对 它会天气冷的时候才会转红 平常的话是绿色的情况 所以趁天气 大家可以把枫叶捡回家当书钱 我们不会给你收钱 这边都是免费参观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值得走一走 其实真的是个很漂亮的 落叶可以带你去当今天兵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知识分子的话题上面 其实 但是真的要切入话题之前 我觉得还是想要希望贺群跟我们讲一下前木的生平 他的一生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最后还是会选择来到台湾这件事情 我希望说由贺群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前木的生平是怎么样的 这个前木先生的生平 非常的可以说戏剧性 忽然状况 跟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这些知识分子 或者是说是一般人一样 就是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处在这种变化太快 然后太巨大的时代 每个人很难掌握他自己生命的一个路向 好 那通常我们会跟前一生 就是跟不认识前木先生的人 就是的访客会介绍 就是前木先生首先他是一个老师 他18岁就开始教书了 就是非常年轻 18岁开始教书 那一路教教教教教他94岁为止 那他96岁故事 可以说他一辈子基本上都在教学 那他当然是一个老师 所以其实可以用老师这个两个字来代表前木的一生 对那当然这个是他一生的教学 可以说他一生的这个志业所在 可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其实是所谓的识 识 对所谓的识 传统中国这个世代夫的一个识 对就像 呃我们这边算是用 谈就是民国社系的知识分子 但前木先生他其实自己 没有很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词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太西化 对对对 他觉得这个知识分子比较 比较 第二一方面是西化 第二方面比较 好像说你一定要 很有知识啊 要读很多书啊 才能成为这样一个人 但他觉得不是 其实所谓的传统中国这种的识 只要你 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修养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学步无拘等等 但我还是回到前木先生的生平 那 嗯 他很年轻 我们说他戏剧性的一点就是 他生 他的整个的活到96岁 那么长的一生 走过很多地方 大概两岸三地头 他留下来的足迹 那可以说是走遍这个大江南北 那他年轻的时候 就 家里就 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他年纪轻轻 他只有小学的学历 具体来说只有小学的学历 那小学毕业之后 然后为了家里要 赶快的经济 要稳定一点 所以他18岁就开始教书 那一开始教学小学 那小学 可是他靠 基本上是靠自学生产 他这一点在当时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很著名了 所以他其实是自学 对 他自己自学 听众想一想 你18岁的时候 在考 18岁考 考大学 他 他18岁的时候 可能还在流鼻涕 在想 哦 哦 接下来要念某个科系 然后再想说 18岁 那其实钱木 在那个年代 很早期 就是 我觉得很不简单 因为其实我们比较 同期的文人来讲 他很早就进入社会 对 可以这样说 他很早就进入职业 那上教同期 我们说胡适 或者说 令玉堂 那么18岁可能才干大学 但 呃 钱木反过来 他已经在当一个老师 或者说已经进入教学 研究这一块了 好 那请继续 那这边都要讲 其实做一下 透过这种比较 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 就是先生 特别是说 就刚才提到 就是胡适先生 跟令玉堂先生 那他们两位都有 就是 现代教育的这个背景 就是像胡适先生 去过 就是美国 那令玉堂先生 有受教育学校 但是钱木先生 他基本上 真的是完全的自学 他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受过世俗教育 然后 1911的时候 就是革命了 然后过去的科举 废除了 那他才 就是接受 小学 这种 新式学堂的教育 但是小学毕业 那18岁的时候 开始教书 他一边教 小朋友 那一边 一开始教小学 那可是那时候 小学其实蛮特别 就是所谓的小学 他不像我们现在 都是这些 十几岁的学生 他里面可能 会有年纪很大的 甚至有年纪 比他还要大的 这种情况之类有 因为他们可能过去受的是传统教育 那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之下 他们不得已也要到新式学堂来读书 对 那前一生他任教的小学 其实在乡下 在江苏无袭的相见 也是他的故乡嘛 对 算是他的故乡 他就在 其实就在家里附近而已 你现在地图看开来 可能就是走半个小时 走一天 最远的 大概走一天就会到 其实都在家里附近 那规模也都不大 那他一边教学 一边读书 然后慢慢学问 别人后来越来越好 那他从小学后来教一教 教到中学 那最后 他是靠着写了一本书 那被当时的顾杰刚先生 也是民国非常有名的 一位知识分子 然后所赏识 就引寄到他到北京的大学去教书 这也是他的成名作吗 我记得好像是他在研究 那个刘向心 对刘向心父子年妇 这是他的成名作 他的成名作 然后当时要收到一个 此学家顾杰刚的 顾杰刚先生的赏识 就邀请他到北京的燕京大学 一开始是燕京大学 第一年是燕京大学 对 那这个其实现在很难想象 你只有小学学历就要去大学 尤其是首都 首区级 排名很前面的大学 比喻你可能是在 有个偏乡小学当教师 而且你有过少 你写了一篇期刊论文 突然被台大某个教授看 感觉好厉害 所以那叫请到台大上 对 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以当年来讲 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对 那可是当然就对他自己来说 当然是一个机遇 那他自己的这种努力也很不简单 那我们要说顾先生这种胸怀 跟这种眼光 也很不容易 那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 特殊的一种背景 像另外一位也是民国知识分子 梁树民先生 他也是 后来就一开始他还在 他也是学校毕业 那可能还在当政府官员的秘书 助理的时候 也被找到北京大学去教授 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愿意找各式各样的人过来 让大学里面充满思想的活化 而不是说 好像大家都是就一步脚印 然后学术考试大学毕业 然后留在大学教书 对会比较 尤其会比较希望有整个国家的 不同的文化 不同背景的人进来大学 那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大学 就是那个年代大学 是一个人才的大杂会 对对 希望各式各样的人才进来大学 不管你是 你当时候的学历 就算你国小 或说你甚至是没有学历 但你有这个才华 或说你有这方面的专场 其实你都是欢迎你到大学来一顿招 所以其实我们看来那时候的大学 其实还蛮弹性的 比我们想象中要开放很多 那时候的学风 其实很自由 对啊 真的是比想象中开放很多的 那后续就是在那 那钱穆先生是在燕京大学 后来继续在北京呆哲 去做教学研究的部分 这边的话也会有一个凸显 他人格特质的一个很重要的 有趣的一个小故事 他在燕京大学教了一年 他一开始去的时候 就去教古文 他是一开始就教中文 那他教了一年之后就 辞职不干了 辞职不干了 很难想象 他为什么不干呢 他因为燕京大学是个教会学校 那他第一个是外国人办的 那他里面有很多那种 毕竟你进到大学 他有组织有规章 然后你开课可能要交申请书 什么的 那这些不方便 其实跟我们现代还是大学 他也是有所谓的行政流程 对还是有行政流程 那钱穆就觉得 好像有点被绑手绑脚 他觉得在乡下教小学 好像比较轻松比较快乐 那他还有时间可以读自己的书 那不用在这边 就是整天行政啊 然后用一些流程什么 他觉得 好像生命受到了 束缚跟至高 有点烦 对有点烦躁 有点烦躁 对他就辞职了 后来辞职又回到顾乡 辞职又回到顾乡去了 对回到顾乡去了 那现在 这个也很难想 我刚才好不容易 偏乡的小学教师 投了一篇旗干论文 到台大教书了 就教了一年 觉得台大好烦的 辞职不干 我要回偏乡 就是很难想象 我们不是在透臭台大 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一个比喻 对 那一个比喻就是 当然也是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就是前幕前幕的个性 或者前线上的个性 其实是 还蛮 蛮有个性 对 可以说他比较 有为有守 那或者是说 你现在的周啊 就是他比较有个性 有个性 对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哈哈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不会被潮流所作用 是 对 那这个胡适先生 刚好在燕京大学 也有一个故事 是这样 燕京大学那时候 有一次 他们盖了两个新的楼 盖了两个新的楼 一栋楼叫S楼 一栋楼叫M楼 M楼 那前幕先生在开会 校会议上面的时候 就不客气的说话 他说这个燕京大学 来到中国办学问 那说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在 就是中国落地生 跟发展中国文化 可是我们看到 今天盖两个新的校舍 为什么都是用英文 取名字呢 为什么不是用中文取名字呢 这很奇怪 那那时候的大学 也很有这个胸怀 很独量 他们就一重散如流 所以S楼 就改名叫四楼 就是胡适先生的四 用当时的这个胡适先生 非常著名的一个 学界领袖胡适先生的四 来取S楼的名字 那又来到M楼 大家要猜猜看 就是用谁的名字来命名呢 你这样讲就是钱幕 没错 一定是钱幕先生嘛 这些木楼 那他留下这个小故事 就是他们觉得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觉得钱幕当时候在 在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地位 就对吗 他说在雪凤里面 或者说他已经有 所谓的名气在了 对对对 他已经有一个 就是戏剧性的一个 这种跳出来的名气 加上他敢说号 哦 原来如此 但是后来就是 他回到 重新听教学回到偏向 就回到自己的故乡 无习那边教书之后 一直一直待在那边 还是在 待到不同的地方教书 其实他回去没多久之后 然后 估计他们 习惨 其实真的是习惨 不忍心就这样放大回去 所以再把他找回北京大学 所以他其实回去了 大概一阵子之后 然后人家又聘请他 到北京大学 后来就去北大 他就在北大 那从此他就在北大待了八年 那一直到 抗日战争爆发为止 他都在北京大学教书 北大那时候的北京大学 也是蛮多人才 对那时候的北京大学 人才汇聚 因为我通常想到 我通常想到 就是林语堂先生 其实毕业回来之后 也是在北京大学 任教英文 很短暂时期的一个英文 后来他也没再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后来就移民去美国 那北京 那那其实 有人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那时候钱穆跟林语堂先生 有没有在北京大学 认识彼此 但我据我所真是没有的 他们好像是后来到台北 才认识彼此 那这个就是TY话啦 是 所以就是战时 就战后之后 就是直到打仗前 24间大战前 对 钱穆先生都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样 对他在北京 那他在北京的生活 其实算是蛮充实 因为那一段时间 刚好一个黄金十年 是一个民国算是 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 那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的回忆 他说每次教书 在登上辩论场 辩论场 因为就像刚才提到了 那时候的北大人文会 那什么样很非常开放 什么样的各式各样背景 各式各样的想法的老师 都找进来 所以学生们也会提问 就老师你怎么跟上堂老师 讲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跟学生 这样一直 学生会挑战 你必须要去回应这些挑战 所以在对思想跟学问上的 这个启发跟基地形式 其实很有帮助 你想象中还要开放 因为其实 其实像 这有比较像是 现代我们所讲的讨论课 对对对 那前幕上课 那前幕上课的形式 是什么样的 对前一生上课 人非常多 人非常多 那时候有 他们当时的同学 学生回忆说 前一生要上课的时候 大礼堂会记得水泄不通 原本可能只有 五十几个人的教室 要塞到三百个人 要换到一个 大间教室 那前一生要上课的时候 他必须踩在课桌上面 像那个 轻功水唱票一样 飘到讲台照片 他有办法开始教课 那他教课其实 很有魅力 他有学生形容 他上课像 在做相声表演 他一下扮一个人 另外一下扮另外一个人 如果可能讲到战国策的时候 他就会 当场就是 唱作剧下演讲 那也有学生形容 他讲课的时候 像有政治家的风度 有那种演讲的魅力 那其实可以想象 毕竟他18岁就开始教课 一直讲课一直讲课 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历 那这不一定 因为有些老师 因为我觉得 老师老师就算是很早就教课 也是 但我觉得前幕 可能是非常有魅力 他是应该有 想象课魅力 而且应该有表演运 表演运备蛮强的 这么说的话 可能是有 可能他表演是在 那个课堂上面 他小时候 曾经有一次 跟爸爸一起到 就是那种乡下的 可能就是餐厅 小酒馆那种 去晚上又去示范 那他那时候记性已经很好 他在乡下就有一个神筒 那他可以背三国演艺 那那时候的 就有那个其他客人就 考他说 听说你可以背蛇战群儒 你要不要表演一下 他马上就当场表演起来 然后一下扮孔明 一下扮儒素 他搞不好 如果他不当教师 搞不好他会是一个 很出色的音 可能他有这个表演运 但是后来回到家之后 他爸就不讲话 真的假的 那过了几天之后 他爸就跟他一起散步 经过一个桥 他就问他说 你知道这个 他爸就指这个桥 你知道这个桥字怎么写吗 他就全部就说 当然知道啊 这个一个桥木的桥 旁边一个木字编码 那他爸问他说 那把这个木换成码的话 怎么写呢 他就知道 意会到这个意思 对对对 他爸会在机会教育 所以他家有这样子的这种 学风 有这种 就是有一种 温婉的教育的这种风气 这影响到日后 当老师就教导学生那种方式 一调内恋 对对对 要计较 他内心是充满表演 哈哈 他本身上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我觉得是耶 我觉得他感情应该是蛮丰富的 对他这个感情丰富 不然他也很难写那么多 精彩 或是说他历史的文章 或是说 对对他笔下是有他的 他笔 笔下有温度 笔下是有温度的 因为他 而且我觉得他 他东西内容也相当的扎实 这样子 那呃 战后 那我们其实有些人或说我们有些听众可能会知道 钱穆战后 其实后来是到香港去嘛 对他到香港 后来香港其实他创立了一个新亚书院 也就是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就是呃 那其实很短暂坐在香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选择来到香港当时 嗯 其实他在香港住了蛮长一段时间 在香港待了16年 16年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49年 49年到香港 啊所以其实也是顺着国公立战的时间 就是来到 算是算是 他呃 抗战爆发的时候 他从北京就跟着西南连大一起到四川重庆 嗯 那抗战好不容易结束之后 他就回到家乡 他回到家乡 那时候家乡他们家乡有一个龙氏 那如果我听众朋友有一些 呃 对江苏地方的经济了解的话 龙氏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业家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光荣的龙 对 那这个龙氏在他家乡创办一所大学 那聘请他回去当就是院长 那他就回去了 那可是那时候 呃 在共军已经逼近长江边 嗯 风声不太 风声不太稳定 这个局势非常的不稳定 后来 后来前幕也是带了一下子 对 他带了一下子 那关键 那时候起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犹豫 你要离开 要留下来 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 就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 要嘛就是 有几个选择嘛 或者是一个到国外 对 那 那很多文人会选择 或者知识分子会选择 香港或者台湾 那前幕是选择来到 他带到香港 那这其实是有他的原因 有他不得已之处 那首先当时毛泽东写 在报刊上发文章 点名他 点名他跟谁呢 他胡适 然后傅思念 还有前幕先生 是帝国主义反动走狗的文人 那这就很麻烦了 就是你已经被点名了 基本上不太可能 就是在这边走下来 还是得要离开 势必得要离开 那他其实自己也很困扰 他觉得我就是前幕了 从来不涉入政治 前身不是国民党 他从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但我印象中他就是 扎扎实实 对他就是个学问中人 没错没错 他怎么会被点名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被点名 那不管怎么样 只能离开 那离开来的时候 一开始是到广州 广州 那后来就是局势渡江之后 他就顺势到了香港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想过 要到什么美国欧洲去 他自己是没有想过 他就想说可能短暂一下子 那他可能先难度来到广州 然后发现又越来越不对劲了 所以到香港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顺着局势 就往到香港那边跑 往下面离开 那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 会永远都回不去 我看过一个访谈的回忆是说 他们那一年的暑假 然后几个学生 几个大学生 从上海坐船 然后到台湾来玩 想说玩完就回去上课 就一到台湾 然后下船 然后过了几天就听到那边风雨变声 再也回不去了 就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土地 这种事情是有的 这好像很难想象 这很多这种的事情发生 在故乡 就中国那时候 好 那来到香港之后 其实 刚刚提到就是他在当地举办的一个课程 就是香港他办了一个学校 其实我一直在很疑惑说 其实以当时候来讲 战后 香港其实也是被占领的一个地方 但是很多地方 他都物质缺乏 或说他没有人 没有钱 甚至他的书 他的长寿可能只带着其中一部分 他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办学 我们非常好奇这个原因 钱穆先生继续想要在香港办学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那时候到香港 那当然是一种百念俱灰的情况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处在这种彷徨跟死亡当中 香港好不容易国家从就是满清之后 就是一路动荡 然后革命 二次革命 然后抗日战争 好不容易打完了 觉得一片光明 结果又打 国家的前途是很茫然 那他大概走在书上 就像刚刚我们旁边说 他是两手空空 因为真的也没带什么行李 他离开大学的时候 是跟运营长讲说 我请教授去几天 很快就回来 因为你不能说我要走了 他说我离开一下很快就回来 所以他只是几个皮箱 就非常简单 那可是 对那时候香港情况非常不好 因为难民很多 然后物资也很缺乏 他们也刚打完 刚从日本还回到英国手上 所以其实环境是很差 那可是前不前走在路上 他就发现 有很多人的环境比他更差 总共有差法呢 他发现路上有很多 诗学的青年 就是躺在街边 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去 然后也没有学校 也没有书可以念 他就想到 那起码我算什么都没有 没有钱 没有人 然后无权无事 那起码我脑袋里面 还有一些东西 肚子里面还有一些墨水 我可以教他们一些学问 所以他想有一小半学 那当然一开始有几个朋友 就是一起努力凑起来 那一开始办一个叫 香港文商学校 一开始是一间夜校 一开始是一间夜校 那 虽然说是学校 说是疏远 但大家不要想着 就是跟我现在要盖一间学校一样 要校舍啊 办公室 没有那么严重 非常非常的简陋 他们在那个 一条街上 一个破公寓的那个楼上 还不是面街的楼上 随便租了两个房间 那一间房间 办公室一间教室 另外一间房间就是教室 那大家频频就 聚在那边开始上课 这非常艰难 非常非常艰难 因为我后来其实 在旁边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其实也要看到 钱穆先生当时候的书院 新亚书院 那时候还没教新亚书院 第二年就改教新亚书院 那有些毕业生 其实回忆到那个时候 他们说当时候的老师其实 他们没有所谓的图书馆 他们就只在一个房间里面 但他很感动的是说 老师就算他没有 老师是把自己的诗人藏书 借给同学看 所以我相信是说 其实以当时候的环境来讲 或者说以当时候的 那个时空背景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愿意还付出这一点 其实是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他们其实就抱 真的是所谓的抱在一起 对他们就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 学生名义上要交学费 当然没有钱可以交 老师名义上有薪水 当然也没有薪水 所以大家真的聚在一起 然后就是努力 就去传承 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理想 那那时候 大家其实很多 当然也没有什么宿舍 学生下课之后 就睡在走廊 或者睡在楼梯间 或有一些下课之后 教室就打工 然后回来就睡在楼梯间 那老师前生 其实自己也一样 他觉得教室课座 也频频就睡在那个上面 那他的学生 于英石先生 有一次回忆 他当年新雅的时候 前生其实身体不是很好 他那时候严重胃溃 他有一次就是 回到进到教室 发现前生 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 就是教室的地板上面 养病 看起来很不舒服 那于英先生看得很难过 问他说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那于先生又跟他说 我想要看王阳明的文记 于先生就赶快去 赶快去介绍 商务帮他买了一部 回来给他看 天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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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患难之中 还不忘学问 对他还是想要看一下文章 对对对 那我背注一下就是 于英石先生 其实是 呃 现在 中国现代史 或者说近现代史 非常重要的史学家 16年在香港在办学之后 我们后来也知道说 新亚书院后来就是到 变成现在中文大学的 其中一个四大书院之一 呃 那直到后来 他在香港呃 带了之后 他为什么会来到 选择来到台湾呢 是 现在香港 他办这个书院 办了16年 这16年其实是很艰辛 16年很艰辛 那他 必须很努力 大家都知道 你办一间学校 最重要的就是要签 所以他 慢慢的教学上轨道的时候 他就要到处找签 那他 在这个时间 他就其实常常来到台湾 那所以他跟台湾的就是 的渊源大概是从这个时候 就开始了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从在香港办 新亚书院的时候 期间 对 期间其实一直是跟台湾 有所谓的往来 或者说 对他偶尔会来到台湾 那譬如说有人要演讲 然后他来募款什么的 那在新亚最困难 最困难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来到台湾 请求政府 看能不能协助新亚书院 那 是哪一个政府啊 香港还是 我们的就是 中华民国政府 对 那那时候是说行政院 愿意就是拨港币三千元 那总统府愿意拨港币三千元 但行政院的三千元 最后没有着落 那最后是那时候的老奖总统 就是由他私人的那种 办公支出特别费里面 拨三千块给新亚 拿一个月港币三千块 然后让先生可以带回去 那等于说在新亚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 其实要度过这个 潮上期 那可是新亚后来办学 办出成绩 他有得到就是美国亚里协会 还有哈佛的 燕京学社这些资助之后 那前生就把这三千块退去 他就是停止 就是总统府对他这方面的资助 那基本上他一直在追求新亚书院 可以独立自主 所以他也尽可能不去跟英国政府拿资助什么的 那基本上就是希望文能 维持教育的独立的自主性 大家听众可能就是有一些 可能会知道当时的在新亚书院 在香港办学的时候 香港的大学就有一间 就是香港大学 那香港大学它是全英语授课 所以其实是没有一间 就是以中文来授课的学校 那新亚书院的毕业证书期 不受香港政府承认 当时候是不受承认的 他是拿的是我们中大民国政府教育部的 的文凭 教育部承认的文凭 那所以后来大家会发现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后 有特别有中文两个字 那就是为了要跟原本这个 以全英教学港大 就是做区隔 那这个中文两个字也是钱穆先生 取名的 他是说一定要取这个名字 对他就是坚持要取这个名字 他简直是香港中文数大大大学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说 香港中文大学是钱穆先生所办的 这个倒是大家群策群立 大家群策群立 但这是 但钱穆是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先不论台湾这一方面 在香港的教育史上 钱穆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确实在香港有下非常重要的印象 那回过头来讲到他 后来为什么来到台湾 在港大16年之后 最后要并入中文大学 其实这一点上很多新亚的师生 其实不谅解他 其实不谅解他 他就觉得说 过去我们都这样一路这样坚持过来 为什么我们要 就是放弃书院的自主性 跟其他书院一起成立一个大学 然后接受香港政府的 对其实那时候我也是疑惑这一点 就是他 他要继续办这个学校吗 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 中文大学这一块 那钱穆正他当然有他当年理想 他办的书院 他当然有他的教育理想 比如说现在的校规 一开始就讲 就是我们重要的是要做人 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做人 那他注重的是一种全人教育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 新亚的草双鞋的时候 这个师生都抱在一起 他其实比较希望的是那种 我看哈利波特里面那种 一个学院里面有导师 然后或是像宋明书院那种 就是老师跟学生 好像朋友一样 每天这样交互在一起 切瘦魔力 我不是像大家上课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三会 他其实不太想要那样的学校 可是前一生他其实 他学历史 他不单单有理想性 他有注重现实 他要注意到说 这个你一直拿人家补助 一直拿国外补助不是办法 哪天他断掉怎么办呢 那第一个你还是要 而且学校慢慢的大了 学校办起来了 你成立了很多不同的系所 有中文系 有历史系 有艺术系等等等等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体制 那其实他最重要的前身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不是只为自己理想 着想而已 他考虑到学生 也就是说学生 如果能够在香港政府 获得香港政府的承认的话 对学生的出入是有保障 对 这些人出保障 那他考虑到这许许多多的因素 所以后来他认为 应该还是要大家一起并入香港大学比较好 其实如果这个是一个现实的考量 这边再补充一下 因为香港 像香港中文大学 他的以前 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他的大学的体制其实 是走英国那种书院 说他一个大学里面 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台湾可能是什么理学院 人工学院 他们那边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书院 四个独立的书院 合并成一个 一个人体的大学 这样子 那 以当时候 那钱穆是不是说 我们回到钱穆身上 就是说 钱穆先生他完成了 这件事情就是觉得 我功成身退 对他觉得他功成身退 功成身退 所以就决定 现在一部分是想要 就是隐居了 要隐居 他自己说 在香港这16年 是他人生当中 最辛苦的16年 因为太忙碌了 你要 要找钱 然后要行政 要安排人事 尤其学校人多之后 你要照顾学生 然后 有访谈 你要出席 然后 自己还要做学问 还要写文章 事情太繁杂了 在当他 非常非常忙碌 搬了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他发现 你还身边还有一堆行政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就是他回到 变得也太辛苦 16年 所以他 让他觉得 所以他确实是在 那个香港中国大学 办了之后 就离开了 他其实当时 我们刚才提到 有一些师生 对他不谅解 那前生为了表示 自己的这种 一个志向 跟他是一种 其实不是为自己 考量的这种情情 他是辞职 他不是办理退休 他是辞职 那辞职跟退休 差在哪里呢 辞职是没有退休金的 辞职是没有退休金 那如果你是退休的话 你可以拿香港大学 体制下的退休金 那个是很丰厚的 等于说你是 在英国体制下 一个大学校长的退休金 那个是很多 大家不要 很多口口的 但是 前面放弃了 这个 有丰 丰沛的退休金 对 他就选择辞职 离开香港中文大学 总是会挽留他 挽留了一年 那他一年之后 还是坚持在提这套 他真的很有个性 我再坦白讲 现在遇到这种人 就觉得 因为他有个性 非常的有刚 有他的刚的一面 就是其实我觉得 对大家对前幕 前幕先生的印象 可能会是一个 老师 或者说一个历史学家 但 但他种种世界 其实我们看到出来 他其实有自己的原则 他很有自己的原则 这一块 是 那来到台湾之后 就是 他就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谓 前幕故居 他的钱 他的有个名字 叫做素素楼 对 素素楼这个名字是什么的 好 那素素楼 呃 素是素食的素 那素楼是书本的素 那这个名字 其实当时取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好奇 很多的朋友觉得 没有看过 为什么钱先生晚年 来到台湾影剧 要帮自己的楼房取这个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 是在台湾时候取的吗 对 这个是在台湾的时候取 他在大陆的房宅 他在大陆的时候 没有什么自己的房子 大部分就是住学校宿舍 老家都住学校宿舍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 自己的这种空间 那他在台湾之后 帮自己的房子取 叫素素楼 很多人就问 那其实这个名字 最早最早要追溯到 他在老家 他在老家 无奇的房子 大家知道 那种古兽人的房子 都有什么堂 什么堂 大家如果有一些 就是朋友家里 有池塘的话 也会看到 柏海堂啊 什么 那当年他那种 大家族 前世大家族 住的那种宅院里面 他妈妈住的那一间 叫做素素堂 就叫素素堂 哦 对 那前世生当然是纪念他妈妈 在纪念妈妈 因为我刚才前面 最早最早提到 他父亲早就过世 所以等于是他妈妈 把他带打 那 而且他大概在17岁的时候 有一次 有一年生了一个重病 他其实一开始是感冒 但后来蒙古大夫 可能乱开药 给他变得很严重 是他妈妈就是 衣服宽带 在他旁边 就是照顾他好几个月 他才慢慢康复 好几个月 在生之恩啊 所以他其实一直 那可是那个年代 你一直颠沛流离 就没什么机会 跟一些家人 常常常相处在一起 所以到台湾的时候 就把过去老家这个唐号 拿来取名叫自己的这个龙 来纪念妈妈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个素 要引申到中庸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 君子无路而不自得 这个素富贵 幸福富贵 素评鉴 幸福庸评鉴 那前生他自己 很喜欢这句话 他中庸 他说中庸里面最喜欢的 就是这句话 他年轻的时候 很穷的时候 也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所以素素的这个 名字的由来 大概就是两个原因 就是16年 也是用这句话 来勉励自己 银银银银银银着过 这香港的16年 他来到台湾 那对这种房子也是 可能也是国民政府礼遇 给钱穆先生的吗 对 那跟李宁堂先生 这栋蛮像 也跟胡适先生的蠻像 也蠻像的 他其实像是一个政府宾馆 那比较特别的是 钱先生当初是自己要来台湾 他自己决定要来台湾 那时候 从香港要决定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其实自己看地 然后要自己盖房子 那这段故事 可能就比较少人知道 因为这个是 可以说是他们 就是比较私底下的回忆 那时候来到台湾看房子 然后看到现在 大家在东武大学旁边 这个宿舍外双鸡 旁边这一块地 其实这边 旁边脚下踩 这块地原本是 这边原本是预留的坟地 那当然不是真正的 还没有真正的坟墓在上面 但它是一个预留 因为这边土壤 其实不是特别好 就是比较粘 然后也不太能够 种植一些房奖 那不管怎么样 而且地很便宜 这块预留的坟地 地很便宜 他是一开始 就看中了这个土壤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他放弃的退休金 两袖清风 没什么钱 那这块地就比较便宜 那当然有问他说 你介不介意 他说就不会介意 旁边有动物大学 那边有故宫博物院 后面还有司令国小这些 他觉得一定要 人文汇车很好 他不在 就是在意这些 他不care 这个是粉 反正他到最后 也是要走进去 是啊 所以他其实对生死观 这一点也是 他其实看得蛮开的 我觉得这个 钱穆先生也是看得 很开的一个人 是啊 那他要自己盖房子 一开始要自己盖 那他走几岁呢 那时候当然自己盖 是指自己出钱了 他自己出钱 自己买地 那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大家如果来到 他全部去看到这个 红色乌瓦的这个小房子 其实是夫人 自己画设计图的 对 所以按照他们 跟绿团屋居一样 就是那种设计图 都会自己设计 自己出钱 那他按照他们在香港时候 住过的房子设计 他们香港的九龙的房子 大概就长得像这样 所以虽然大家来到这边的话 会看到这个房子 大概有民国五六十年的 那种建筑风格 但是又不太一样 他有一点像洋房 因为屋顶是斜的 因为那基本上是按照香港这种 英式建筑做设计 好 那地也看好了 然后设计图也画好了 那他们准备要回去 但是老蒋总统听到 钱先生要来台湾 听到这个消息 那他就派 他就派金国先生 那时候 然后过来跟先生说 这个我们总统听说你要来 那想要帮你 想要领域 就是这个东西 不可以让你自己孤单 我们要领域你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交给政府处理 那黑先生当时是拒绝 他是拒绝这个提议 他拒绝这个提议 那他拒绝这个提议之后 觉得应该没事了吧 这个地也看好了 他要等地幕变更 因为原本是坟地要盖房子 你要等地幕变更 于是他就先回到香港去 那但是负责 负责盖这个房子 我刚才说设计图是夫人化的 负责盖的是夫人的哥哥 夫人哥哥那时候在 我们中央民国政府认知 他是设计中山高 中山高公路的工程师 所以原本是要交给哥哥盖 那经过先生这时候 就直接跑去找他哥哥 说这个小胡啊 这个设计图交出来 不要过问 糟糕了 所以 总统都直接开口了 你能拒绝吗 这些大老板在问 先生在香港听到的时候 房子已经开始盖了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是要住还是不住 那这当然颇费是两 那他们这些考虑很久之后 之所以决定接受 这个所谓政府领域的原因是 他们觉得政府里闲下市 是一个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 美德也是一个佳话 这种传统 那而且这个房子是供的 不是私的 那他接受这个领域 也不是只为他个人 尤其那时候中国在 中共那边在文化大革命 他觉得我们这边政府这样子 领域一个文史的士人 还不是理工科的 然后大家现在觉得 李主好像比较赚钱 可以领域一个就是历史 学历史的一个学者 他觉得可以彰显我们政府 对这种文化的一种重视 对学术的一种重视 那可以去提振我们整个 学术界的这种风气 他是基于这个原因才答应 那答应是有诞书的 就是他认为这边是一个 政府宾馆 所以他是借助 他离开了之后呢 房子李丹社政府的 就不会传给钱家的后人 他当时是用 当时是这样想的 对一个宾馆的房子 借助 那这个就是钱穆先生之所以 现在住在 他故居在外双溪这个小房子 他就选择住在这边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院理 对一个一段故事 嗯嗯对 看出来他其实 那他 他应该也蛮喜欢这个房子 我觉得他 嗯那毕竟好不容易有一栋自己的房子 说的是他 而且是他自己喜欢的 对算是他自己设 也不能说是自己设 他 的舅舅算是他的大舅舅 应该算了 亲戚真的不会算 他夫人的哥哥 帮他盖起来 那是夫人设计 夫人设计 那可是他们刚过来的时候 就像刚才前面讲到这边是坟地 所以那个头脑不是很好 那大家就像我们刚刚旁边手上说 大家看到上来 上来会看到一个漂亮小庭园 其实原本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荒很荒的山坡 那时候动物也没有那么过来 大家现在在动物音乐厅那个位置 以前还是西窗 那中间还有就是小山坡 然后下面就是 志祥睡到前面那边还有一眷村 晚上会卖包子 对那个时候是跟动物大学 其实没有隔离 跟现在差别非常大 那所以他们自己就是 花了好多的力气 就是去换土啊 整理土囊啊 然后大家现在在庭园看到一草荧幕 大部分都是他们夫人 就是夫妇自己种 那钱木在这边住多久呢 他住了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这样子 其实我们后来也 但是在这段期间 在台湾的这段期间 其实 我其实这边也收集资料 其实听说其实还蛮多学生 会来这边上 可是说钱木先生当时 其实有人也是要继续在教学 也是要继续在教书 那其实他来台湾之后 原本是想要隐居 然后读他自己的书 做他自己的学问 那时候故宫的院长 蒋维唐先生是他的好朋友 那他就提供他一间研究室 然后聘他当一个特聘的研究员 让他可以利用故宫里面的藏书 那这个也是当初要选在这附近的一点 那第二点是文化大学的创办人 张群先生是他的好朋友 那听到钱生来到台湾之后 就一定要钱生就出来教书 而且就是说年纪很大了 那他就说 那不然教我们的博士班好了 所以文化大学的博士班开课 之所以开课 一开始是钱生任院长 一开始钱生任院长 那后来当然钱生年纪已经大 你不能让他每天跑到华刚上面 太远了 而且又冷 所以他博士班的这些史学 博士班的学生就会来到 我们素素楼 那他们会在楼下的大门就一季节 等时间到了之后 按门铃 师母一下就帮他们开门 那他们走上来 就在会在现在前幕故居的 大家看到一个餐厅 很像半桌的大圆桌上面 然后大家就围在那边听课 那当然也有旁听声 钱生是不会禁止旁听声 你想要听课 你就自己走进来 然后坐在客厅的角落 因为在前幕的招 招育上面 感觉他也是很 自由开放的 他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听到 可以受到教育这一块 当年在北大 北大其实有个学风 就是教设门是不关的 所有人都可以走进去 即使在现在也是一样 尽管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呃 大家可能对于前幕的印象 可能是保守 或者说从他 可能他为什么会研究中国的意识 或者说这种东西 但但实际上 听到这么多故事之后 其实钱幕 比常中还要更开放 或者在教育这一块 其实他是很自由 很开放的一个人 对 来看的 对 那其实他觉得 那其实到他晚年 真的要走之前 其实还是在教育这一块吗 还是说 对 他一直教书 教他94岁 但是到到走之前 真的是还在教书 在教书 一直在教书 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 呃 其实如果有些听众 如果知道一些历史 其实钱幕在离开 叔叔楼的 的一个故事 其实不是那么愉快的 对 据我们说 这其实是蛮不愉快的事情 但这边我就不提了 就在大哥这边就不再问贺群 这个故事 如果这个对这个 秦夫生离开 叔叔楼 欢迎来到节目故居 听我导览 听贺群 直接来问他 因为这边我就不提 那因为 其实就是以当时候的社会风隙来讲 其实是 呃 不是那个还开心 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不过 其实 但是钱幕最后其实他 呃 还是回到他的故乡吧 走了之后 其实他还是怡灵回到故乡 江苏武席那一边 对 那呃 据我所知啦 就是呃 钱幕的有很多他的学生啊 弟子 那 一本是我们是钱幕故事的执行厂 其实 呃 秦教坤老师也是他的学生 对 秦老师他自己会说他前生的书童 书童这样子 对对对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他是前生那时候任总统府的资政 有秘书圈 那我们的执行厂秦老师 他在呃 硕士毕业之后 就是要找工作期间就来到 钱幕故事 那他就帮钱生读读报啊 然后给他说说话 然后告诉他外面的一些心智 这样子 那不过当然 当然 呃 个性可能也投缘 那后来我们钱老师就一直 就是帮 就是 钱先生跟钱师母处理 我们就是整个就是后面的 有许多事情 嗯 嗯嗯嗯嗯嗯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知识分子 其实听了很多钱幕的鼓势之后 其实啊 一些听众如果可能知道的话 其实我们对近现代中国近现代史 其实我们对传统 传统这两个字其实是比较苛責一点的 我可能会质疑传统 大家听众可能会知道说 胡适跟钱穆其实不对盘 两位先生其实不对盘 但是你觉得 像我们从贺群的 或者说我们从钱穆故事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为什么钱穆先生会是会坚持 在传统这块上面 你觉得这传统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的学术上面 有什么样的美好的价值 让我们继续下去 我想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钱穆 他自己的感想来说 他自己说他就一辈子 其实也不是要当什么教育家 也不是要当一个历史学家 他只想要学怎么样去做一个人而已 那我们回到他 童年生长的这个情况下 他在小时候 他在江苏无形那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很纯朴的相见 虽然大家都说 这个晚期末年的中国 就是森林涂炭啊 名不聊生 可是在他那个 他住的那个水乡 他看到了基本上是一片 很美好的一个光景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乡老乡亲父老 大家会聚在一起 然后办庆典 那平常治安也很好 你东西掉了 就是也会 这个路不死 也会有人帮你捡回来 那从来他 小时候在乡间 也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警察 就是有什么纠纷 有什么纷扰 就大家坐下来 然后乡亲父老 有名望的人来做调解 所以他看到了这种传统生活 是一种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美好的景象 他看到了这些比较美好的一面 那尤其是当时他遇到了 在乡间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 所以他也从那些老师 他身上他看到了 就是这些 你学习这些传统文化 你可以对一个人的气质 可以对一个人的生命 造成什么样的改变 那我想这个东西在他的 他的可以说是在他生命基调里面 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那就跟林玉堂先生 他小时候的这个教会 还有父亲的这种背景 也会影响他的这个 一辈子这个出走 跟回过头来这种概念 那说到这个出走 其实先生 我们说刚才看起来 他好像很严肃很保守 其实他是 教育学们宣传说 他在他私底下是一个 情感非常丰富的 譬如说他曾经想要参加革命 对1911年的时候 他1895年出生 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写西方 他曾经想要参加过革命 他年轻的时候也闹过雪草 他在中学的时候 他就曾经就只问学校说 为什么你要开这种 什么修身课 什么道德课 他说应该要开一些英文 应该要教一些 我们就是比较新的知识 比较就是整天就是管动管系的 所以节目曾经 也要对传统国学 或者传统的伦理 或者说 会有一个反叛的时期 我觉得不能说是反叛 他一直都在做一个独立的思考 我们刚才前面就是说 他跟胡适先生的理想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他曾经也呼应过胡适先生 尤其是在新闻学运动的时候 他其实呼应 胡适先生有一些 譬如说他觉得白话文的教育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不一定不好 只是说你白话文的选材 你要选得好一点 不可以选一些不入流的白话文 对 那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是去呼应他 他们两个是有有相同之处 嗯嗯嗯 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理想 可是他为什么回到传统 他为什么回到传统 嗯我想最功最本本 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他必须要去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当这个整个中国近现代的风潮 越来越偏激 譬如说一开始我们只是想白话文 后来想要新文化 到后来你必须 整个偏激到你要全面的反传统 然后你要达到孔家殿 然后甚至 呃可能 比如说共产主义进来之后 你要进入一种无政府的 就是状态 那他对这种 这种越来越偏激的走向 是比较没法接受的 嗯 就是他心中自然然去浮现一个问题 说难道就是说 传统文化真的像他们讲的一样 那么不好吗 嗯 那你一旦有这个问题浮现之后 他是一个 我刚才前面提到 他是一个独立思考人 所以他不会因为人家说这个不好 他就觉得不好 那他在批判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之前 他决定自己一定要先去认识他 所以他潜心的回去读传统文化的书之后 他自己有所收获 那跟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互相印证 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是有意义 是有价值的 对 就是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其实当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说 钱穆先生是比较拥抱传统的那边 那另外一方面就胡适 有谈到所谓的全盘戏话 他们说的东西可能 走西方那一套 中文才会进步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 回到钱穆先生身上 他主张的可能会是 我觉得好像蛮有意思的 就是钱穆先生主张 可能不是知识的 你都管 他可能主张的是 你要怎么在知识里面 学会做人这件事情 也很符合 所谓的儒家世上 你要怎么当一个君子 对 这一点我觉得是 可能是比较多 现在的人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人 需要才需要的东西 会不会是这样 传统跟这个企划之间 我想还是看这个生命的基调 还是看生命的基调 确实 那钱穆先生他自己 就是的 他晚年之后的这种讲法 他是认为说 每个人其实根据他性质所尽 就是你 他不要求每个人都 你一定要读中国书 然后一定要就是读 就是中国历史什么 他觉得你就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 唐诗很好看 你可以看一些 那庄子看人心情愉快 你可以看一些 但重点是一个性情 他觉得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重要是发展你的这个性情的锁进 让你自己的生命 可以觉醒 可以充实 他比较反对的是 西方这种功利 说你读书就是要赚钱 就是要找职业 然后的这种教育 他是比较反感的 他反对 他反感的 那实用主义 算是吗 我说 应该是说他反对大学 变成所谓的职业训练 对这个他是反对 其实我觉得难怪 他跟李玉堂先生是好朋友 其实我们后来 后来一直问我们 找我们的史料 或是我们在故居工作 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其实李玉堂先生 也是葬在他的 他的就故居的后面 他墓上面的字 其实是钱穆先生提的 对 那钱穆先生提的 其实 从李玉堂先生家属的 一个回忆来讲 当时候其实 两人很常往来 我说李玉堂先生 可能会到这边 来拜访钱穆先生 或是钱穆先生 直接到 我们李玉堂故居 那边拜访先生 拜访我们的李玉堂先生 这样子 听说那时候全台湾 最会开车的女人 其中之一是 钱穆先生的夫人 哈哈哈哈 听说钱穆 那时候夫人是非常会开车 把钱穆先生带到 我好听说这件事情 就是钱穆 钱穆的夫人 就是会常把 在钱穆先生 然后在钱穆先生到 到各处跑这样子 那我也相信就是 两个人 因为其实李玉堂先生 也是主张说 啊 你要学你喜欢的东西 对 那那 钱穆可能 或是更进一步的说 你要学自己的性情所上 就是不要强迫 说 哎 你不要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那其实我说你你完全是 只为了赚钱去学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会对人的发展是不好的 或者说那是一个一个不好的影响 这样子啊 啊 那我们到最后来 其实钱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其实啊 钱穆也是1967年来到台湾 啊 然后跟哎 其实跟林玉堂先生演 因为林玉堂先生1966年来到台湾的 那钱穆是晚一年1967年来到台湾 直到他过世 那这个几年之间你觉得你觉得钱穆在这个土地上带来什么样的成果 或者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嗯 以影响来说的话 这边可能要比较可能 哎呀 要从很多方面来讲 那先从一个比较具体一点方面来讲好了 呃 钱穆的在台湾的影响 钱穆现在在台湾的影响 最主要的可能是他的史观 他的历史教育影响了台湾非常非常大 我刚才前面说他在影响香港 那影响香港是单然的 那个一方面他在香港具有名望 尤其是开办了一间书院 那后来更重要的是他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国史大纲 这本中国通史 成为了香港的考大学的教科书 考大学历史必备的教科书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必然的会去影响到整个香港一代年轻学子 那在台湾这边也是一样 国史大纲一度是我们 呃 部边的这种国立编译馆指定的这个历史的教科书 那他当然也影响到了非常多的台湾的孩子 那他来到实际上 他真的住在台湾定居之后 他在台湾演讲的机会就多很多 那他过去没有办法出 在台湾出版的书也陆陆续续出版 那这些东西对 当然对这个台湾的这片土地上面的人 去接触他的这种思想 有等于说你有距离拉近了 你变得比较方便 然后你接触到东西也比较多 那影响是其实是非常其实我们可以说其实是非常大 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 影响了差不多一代人的思想 根据王金嘉先生的估计 他在台湾史学史里面提到 他大概影响了大概40年左右 那如果稍微年纪长一点听众 可能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云一世先生 那他也当然非常富有名望 那在我们读历史戏的时候 就是即使你用的不是全部先生的书 也一定会看到云一世先生的著作跟文章 你要念人文 尤其史学相关的云一世先生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那在大概在70年80年代的时候 19701980年代的时候 云一世先生在台湾实际上是有股热草 尤其是他那时候在耶鲁教书 然后在西方 等于说他把西方这个东西带回来 但他自己又有浓厚的这个中学的这个基底跟素养 那那时候的报刊杂志还没有现在 就是报了那么多的娱乐消息 那时候那种学术性文章是可以看在 在联合报啊的那种复刊上面 所以他事实上他的 于先生的这种热草 等于说他继承了前幕先生的这种精神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说是一种推广 那凭心而论 现在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史学 有一些人会 有一些人可能会不是那么满意 觉得说历史归历史 你读历史部一定要去说评论这个人的艰险善恶 然后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啊 然后你应该客观点看待他 不要想着你好像总是要拿历史来做一些实用 然后要来这个评鉴古今 要来明德斯这些实用性的东西 那会觉得这个他想跟传统做一个割裂 就跟胡适先生他觉得这个史料归史料 这种概念是比较接近 但是即使我们现在比较辩证的一点 怎么看我们现在在前部先生的这种思想 就是他这种史观在台湾的影响 我们近几年这个台湾史的这个架构 这个建构就是如火如荼 大家会觉得我们在台湾生长的孩子 应该去读台湾史 大家随其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跟前一生他的观念是很像的 也就是说你是既然在中国这边土地上出生 你应该要读中国史 你应该要对自己的传统 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所认识 那其实这个这某种来说的说 我们现在仍然在他的这个影响之下 也就是我们认为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孩子 应该要认识我们这片土地的传统 认识我们这片土地的文化 其实这种概念还是一样的 其实是有种是前部的精神的延伸 我可以是这样说 就是有点像是他致死的精神 或者说他对于要怎么去看待自己 你所热爱的土地 你所热爱的历史 他的一个所谓的知识精神 其中他对学术的要求 或者说他对于历史的想法 这些慢慢的 不是只有所谓的他只要拥抱传统 那其实也影响了很多人 对于这块观念的开发或者启蒙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毕竟我们还是生活在传统里面 我们就是台湾史的 譬如说杜振胜先生 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 可能跟前部先生不是很合得来 他们那种观念上 可是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来见过前一生 请先生指教 那他自己 他自己的回忆说 他有一次拿就是请教学生 说可不可以指点他 就是硕士论文题目 先生告诉他说 题目不能我给你 你要自己去找 要是我给你题目的话 主要是把你局限住 那等于是用这种开发他 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看到了许多历史决定 不管他是台湾史的也好 然后就是自西方的也好 自中国史的也好 其实在前一生来到台湾之后 他前一生还有前一生的学生 乃至于他学生的学生 其实都在各个方面 就是在这面图书上 给我留下了痕迹 即使他不是很明显 对啊 其实在感觉前一生 在非常非常多的学生在台湾 不索论 我索论题目自己找 对 题目要自己找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就听到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 节目到这边结束 非常感谢贺群 给我们很多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 前幕跟林语堂 或者说我们接下来 会找的是 胡思纪念馆的伙伴 他会跟我们分享 胡思先生的一些 他的一个选择 或者说知识分子的选择 那来到台湾的故事 或者他之前他追求的 又是另外一个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以不同知识分子的面上来观看 整个生活的脉络 是一件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 尤其今天我听到 其实前幕线上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保守 其实他也是非常非常开放 他也是充满了自由市场的一个人 这个算是我今天旁边的一个很大得意 就是非常欢迎观众 或者说听众 如果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来 前幕过去听听导览这样子 因为贺群真的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非常开放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 我是唐彬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